大家好,我是陈岳,全球热点深度追踪,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胡春华,刘鹤 国务委员魏凤和,网友肖杰,赵克志出席 从地方政府消息来看呢,这场全国电视电话会议 已经通知到了各省各市各县可以说是大征兆 3月份以来呢,受到这个点多面广频发的各种疫情的影响 还包括国际市场变化等等这些超预期因素的影响 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呢,面临着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 而且还在不断上升,经济的下行压力呢,也是比较大 这个事情呢,我想朋友们呢,稍微了解的都知道 包括4月份的经济数据更是显示 中国经济受疫情短期冲击,明显 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也是面临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的副部长冯霄斌对媒体表示 在这个时点召开这样的一场全国性的动员大会 说明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 4月份经济数据陆续的发布 地方经济财政数据也已经发布 当前超预期因素影响着中国经济运行的问题 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而日前呢,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一揽子稳经济的措施 包括六方面33项的措施 那么这些呢,也都需要全国上下 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一起努力将这些政策要落到实处 落实到位,将经济的大盆要把它稳住 一方面要落实既定的任务和目标 比如说,一部分原定全年实施政策要提前到上半年完成 而另一方面,要根据经济运行状况相继的出台增量政策 通过各方的努力来确保经济运行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焚烧斌还指出,5月23号呢 这个新华社消息呢,同时也显示 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 稳经济一揽子的措施 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的轨道 要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 会议提出的相关的举措呢,涉及面非常之广 包括像财政、金融、稳产业链、供应链 促进消费、有效投资 保障能源安全、保障基本名声等等诸多方面 包括要着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 那么将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以及5个特困行业、环缴、养老等三项社保费用 那么这些政策呢,延至年底 要保障货运通舱 要有序的增加国内国际的客运航班 那么阴沉失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的需求 新开工一批水利 特别是大型的饮水灌溉、交通、老旧小区改造 地下综合管廊等等项目 来启动新一轮的农村公路建设改造 加大以工代振的力度 再开工一批水电、煤电等等这些能源型项目 做好失业的保障等等 那么包括像低保呀、困难群中的救助啊等等 有33项的举措 那么关于目前的这一系列的政策的推出呢 我们看到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媒体表示 因为4月份以来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呢 适时召开全国大会 并就当前稳增长给出具体的举措 这个会议非常及时 从5月高频指标来看 交4月有一定的修复 那么国务院常务会议一揽子的政策 重点是扩大有效需求 不管是新开工的一批项目 专项债 包括铁路建设债券 盘活存量资产等等 都能发挥到刺激有效需求 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目前形势来看 二季度经济应该是可以实现一定的企稳 那么现如今呢 我们在媒体上也都看到 这个全国稳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之后呢 这个应该说是 这个地方上呢 已经在积极的部署 有些地方呢 已经开始具体的措施 这个推出 那么有些地方呢 还正在 这个陆陆续续的来贯彻 执行一些政策的落地 5月25日 浙江省省省长在会后表示 要贯彻整个会议精神 坚定信心 明南而上 鼓足干劲 共坚克南 全力抓好国家33项33条 稳经济措施 以及呢 浙江省的一些实施方案 要贯彻落实 要加快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坚决扛起 为全国稳住经济大盘 做贡献的 这个浙江担当 同时呢 包括像湖北啊 包括其他一些地方 那么 在会议之后呢 也都啊 这个相继的啊 推出一些政策啊 包括我们最近看到 像广东啊 特别是深圳 推出了这个电子产品啊 消费补贴啊 一系列的这个措施 我想呢 这也和每个地区 它有不同的产业结构 像广东自然是 电子业非常发达 当然广东其实各个产业呢 都挺发达的 但是像深圳呢 它最为文明的 对吧 像这个电子产业啊 这个啊 我们的很多朋友呢 在那里都是在做 研发的工作 那在此情况之下呢 这个广东呢 推出的动作呢 也很快 那么上海方面呢 后面我们也会介绍 关于科技企业的 一些支撑的这个情况 面对当前整个防疫的压力呢 这样的一个会议 应该说是释放了 明确的信号 要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发展 那么要稳住经济大盘 要力争在二季度 经济实现正增长 要推动经济运行在 一个合理的区间 关于这一次的会议 我们也看到 环球时报的特别评论员 前总编辑 胡锡进呢 发文指出 会议传递出的信息 反映出中国经济 当前确实面临 严峻的挑战 这次会议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 就是 中国从中央 到基层都非常明了 经济工作 是有多么的重要 必须把确保 经济运行下滑 出合理的区间 当做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 已是上下的共识 当前的经济工作 面临突出的困难 包括我们说 疫情呢 它还这个 没有完全的稳定下来 但是作为一名 这个 现如今整个 这个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 这个从业者呢 见证者 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呢 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了解 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 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 也正是因为这些经济发展 就用发展的这个方法呢 来解决很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对吧 比如说过去我们说 哎呀教育 对吧 小朋友的教育啊等等 那因为发展了 所以有钱了 才可以怎么样呀 九年义务教育啊等等呢 很多孩童呢 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教育 同时呢 小孩子的医疗啊 小孩子的这个营养的保障啊 对吧 那么过去呢 我记得在我们小时候呢 当时安徽 有一个地方呢 也是一个 有个希望工程 是全国的希望工程 在安徽呢 有张照片 叫大眼睛女孩 对吧 这个女孩子呢 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也已经工作了 应该说 也是这个工作 应该也蛮久了 我们也在媒体上 有时候看到一些报道 他也在呢 这个 献出自己的爱心 不管怎样吧 我想表达的是说 当年国家搞希望工程 什么叫希望工程呀 就是让每个孩子 都不能失学 对不对 那么怎么来解决呢 自然要通过发展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对吧 你荷包有钱好办事 对吧 你发展赚钱 经济好 大家日子好过 很多问题呢 就一人而解 你这个 这个日子过不好 口袋里没钱 这你再怎么说 你其实呢 这个过得都坑坑巴巴的 很多呢 就是不停的这个 闹矛盾 家里日子呢 也无法这个安稳 对吧 小朋友想要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囊中羞涩 就怎么能过得好呢 至少不是那么的顺心 其实这个道理呢 我认为也是不难理解 那么中国呢 他现如今呢 就是要去战胜 现如今所面对的 这样一个经济挑战 让经济的庞大机器呢 要让他再次 全速的运转起来 因此呢 可以说 抓经济发展 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 拿手系 各地呢 包括政府啊等等 实际上都有推动 来刺激经济发展的 大量的 这个积累下来的经验 那么更何况现如今 中国目前面对的挑战 很突出 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还是非常好的 从去年 中国经济形势 就相当好 那么今年呢 头两个月的形势 实际上也很好 那么就显示出 中国遇到的困难呢 它有一定的临时性 其实这一点呢 我认为呢 是客观的 是事事求是的 对吧 你说疫情来了 那大家那怎么办呢 比如说平时 我上班挣钱 日子过得还不错 结果家里面的 这个顶梁柱 他生病了嘛呢 生病了你总得休息啊 要不去医院治疗等等 那所以说呢 如何才能够 及时的恢复 对吧 恢复之后呢 再去有班上 再去工作 就能有收入 有收入了才能有消费 有消费了 整个经济 才能活络起来 其实这个道理呢 也一点都不复杂 那么现如今呢 中国要来解决 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既紧迫 同时呢 也要坚定信心 我认为呢 是可以搞得定的 这些东西呢 他确实是个困难 但是困难呢 摆在眼前 不是用来哀叹的 困难是要用来解决的 我想这个态度呢 是非常明确的 现如今呢 关键的就是要解放思想 把过去几十年 积攒起来的工具箱 打开 把最管用的措施 拿出来用 对吧 那么各地呢 不要误读中央的经济政策 担心这样做合不合适 那样做合不合适 我想呢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基本要求 在经济走弱的时候 就是呢 更要这个全力以赴的来推动 我想这个事情本身呢 对于未来的这个发展呢 解决好经济问题 实际上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各种有助于推动 一方经济发展的 良性的发展举措呢 只要是合法的 让老百姓受益的呢 都应该被视为是好的措施 就如同我前面所说 浙江的民营企业 中小微企业 那是相当的发达 浙江的电子商务 跨国的贸易 那是非常的发达 对不对 我们去浙江 每个地方都有那么多的工厂 那么这个广东 广东呢 当然是贸易啊 出口啊 也非常厉害 各种企业 那么广东电子业 那是相当的这个发达 上海现在还在疫情当中 我看目前情势呢 好一些 那么我们也希望了 能够尽早的解分 那么其他每个地方呢 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包括中西部地区 可能比如说山西 是咱们的能源大省 对不对 那所以每个地方产业不一样 所以他的政策呢 也没有办法完全一样 因此呢 上面这个中央呢 召开相应的会议 那么就是要各地呢 要因地之谊 你各个地方呢 要拿出自己的办法来 对不对 资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那么如何让这些资源 如何去发挥好 如何让这个经济活络起来 那么中国过去几十年里面呢 他很多时间呢 实际上都是呢 经济增长是非常快速的 那么当然要放开思路 中国这个不可能说 经济搞不上去 这一点呢 我是非常的有信心的 那么中国的潜力呢 也是非常大 包括呢 中国的老百姓 对吧 这个过去老总是会说 从打工者到现在的 这个从业者 工作也罢 从过去的在工地上面 对吧 到现如今 哪怕是在这个协作楼里面的 上班族 或者像我们干IT的 那过去的那个 是干起活来 那是也是非常的 卖力 对不对 也非常的这个 赶拼 那么因此呢 现如今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呢 只要活络起来 整个社会呢 这个忙碌起来 整个经济呢 热络起来 实际上呢 很快就能够复苏 而且尤为重要的就是呢 在十八大以来之后呢 整个社会建设呢 实际上也为经济的持续发展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制度性的保障 中国的动员力 组织力 在最近十年呢 应该说都上了新的台阶 只要破除思想上的条条框框 配以激励性的各项政策 中国经济的爆发力 就是无穷无尽的 中国民间也会喷发出 创造财富的大量热情 和活跃的这个作为 要把经济持续搞好 因为呢 这也是中国保持国内稳定 以及中国保持凝聚力 对外呢 要稳定战略大盘的一个基础 一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 引擎熄火 或是动力严重的减弱 那么国内的难点 就会像连环雷一样 相互引爆 国际上那些 在中美之间 左辜右派的国家和力量 则会向美国方向偏移 中国的内外格局 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中国绝不会走到 这样的一个糟糕的局面 经济运行 遇到一些超预期因素的影响 时间还不长 那么现如今 国家做出迅速的反应 那也说明 现如今整个的决策速度 是非常快的 而且解决 现如今经济 这个下滑的决心 也是非常的大 那么需要呢 各地加快行动 落实好政策 那么转化为 整个社会 焕然一新的经济层 这一轮的疫情 在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的情况之下呢 毕竟呢 这个应该说 还是有一些病例 但是不管怎样 它的高分期呢 已经过去了 因此呢 也要在很多地方呢 要把这个防空 继续推进下去的 同时呢 也要做一些 探讨一些科学实测 全力的探寻 推进抗疫 和经济发展的 良性的互动 经济发展 不仅是管控疫情的目的 而且是战胜疫情的力量 如果没有这些年 形成的经济实力 我们恐怕呢 也没有办法来 做好这个疫情管控 所需要的物质基础 我们看到朝鲜 爆发的疫情 但是朝鲜也不可能 开展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朝鲜也没有那么多的物资 没有那么多的 不要说其他的防护服呀 各方面的 对不对 这也不是说看不起 咱们朝鲜兄弟 而是实实在在的 因为每一次核酸检测 每一套防护服 每一个各种大白啊 穿着衣服啊 手套什么的 那虽然每一件衣服 看起来不贵 但你要知道 每天全中国 有需要消耗 多少这样的医疗物资 而这些呢 实际上都是需要钱的 对不对 我就像我前面所说 有钱好办事呀 你这个口袋里面 腰包里面有钱 对吧 事情好办呀 你没钱了 这个日子可就难过了 所以这一点呢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此呢 把经济搞好 才有更多的这个 人力财力物力 来把咱们的健康的 这个问题呢 才有这个基础 不然的话 经济搞不好了 饿着肚子 对吧 你说不定 做核酸 做这个我们天天 也看到有些地方 对吧 那么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快筛计呀 都没有 那么紧巴巴的 这个事情本身呢 我想也是另外一套逻辑 那么现如今呢 中国一定要战胜 这一次的疫情 而且要踩着 整个的疫情呢 坚定的行走 绝不能让整个疫情呢 来淹没了 整个中国发展的 良好的势头 现在呢 我们有了疫苗 也有了常态化的 核酸检测的能力 因此和整个疫情 斗争的手上的条件 具备的基础 和两年前呢 可以说是完全不同了 现如今更有章法 那么也就更有 这个克服困难的能力 对吧 跟武器库里面的 武器也不一样的呀 中国这些年呢 一直是在克服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当中 走过来的 中国14亿人口 这么大的国家 不可能没有问题 那关键问题是 如何去很好的解决问题 我想这才是 最大的这个 这个诉求点 现如今 每个时期呢 都能感受到 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是呢 每个时期呢 也都是在 解决困难的过程中 去这个 前进的 这也是中国在过去 展现给世人的 一个 关键性的能力 那么中国这一次 关键性的经济复苏 要这个整个的发展过程呢 我想也是面临各方面的这个挑战 而这些挑战呢 正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困难 那么除此之外呢 本轮的疫情 它整个风暴中心城市呢 是在上海 也是持续推进 12条的措施 上海呢 也在支持科技企业 共克时间 上海在这一轮的疫情期间 出台了支持科技企业的 12条措施 加大扶持的力度 优化服务的方式 与广大科技企业和科技创新者 共克时间 根据上海市科委副主任 他的介绍 上海陆续推进的 相应的措施 一方面呢 要缓解科技企业资金压力 引导金融机构 创新科技金融产品 缓解科技企业 暂时性资金的压力 另一方面是 助力科技企业持续的运营 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 为科技企业提供 不间断的服务 数据显示 三月以来 上海市各金融机构 通过科创助力贷 科技旅约贷 小巨人信用贷 高企贷 等等科技金融产品 一共向1824家科技企业 发放了超过290亿元的贷款 194家再代科技企业 以无环本续带方式 那么展期等等方式 获得无份的续带支持 设计金额仅10亿元 同时 在疫情期间 上海市全市 有近三分之一的 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科技企业浮华系 在落实防控要求基础之上 保留线下服务团队 为部分入驻科技企业 闭环运营 提供支持 那么未来呢 还要进一步要加大 政策支持的力度 为科技企业持续的纾困 解难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 现如今呢 在上海的这个 整个的疫情防控呢 对经济的影响呢 还是比较大的 那 疫情防控的 这样的一些举措呢 也在陆续的放宽 包括上海港的整个 港口的运作呢 它整个的恢复的情况呢 已经达到了九成以上 而另一方面呢 上海的很多企业 重点的供应链企业 包括汽车 供应链啊 我们也看到特斯拉 对吧 基本呢 都复工 那么当然 这里面呢 有一些管控措施 包括呢 这个闭环管理啊 等等 那么这些举措呢 也都是在困难局面之下 想尽一切办法 来降低对经济的影响 可以说当前呢 中国的经济的内外环境 都在不断的发生各种改变 内部的疫情 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 而外部 美国又不断的 对中国所形成的 所谓围堵的态势 最近呢 包括向印太经济框架 IPEF呢 正式启动 中国商务部回应强调 相关倡议应该保持开放包容 而不是歧视排他 中国将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 与亚太地区贸易伙伴 同舟共激 命运与共 美国总统拜登 近日在日本东京宣布启动 印太经济架构 IPEF 创始国有13个 13个国家的国内生产种植 总和约占全球的四成 这是美国五年来 参与亚洲事务 经济事务的最重大举措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24号指出 亚太经济的成功 受益于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 相关倡议 要为本地区繁荣发展 贡献力量 应该保持开放包容 而不是歧视排他 应该促进经济合作和团结 而不是损害和分裂现有机制 中国一直以来 对符合上述标准的地区经济合作倡议 均持开放态度 商务部发言人还指出 中国愿意进一步深化于各方的务实合作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促进本地区的经济的复苏 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发展 IPDF的13个创始国 除了美国还有日本韩国 印度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以及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文莱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那么其中有7个是东南亚国家 根据报道 印太区域许多国家 不愿意签署任何 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协议 中国是本地区域 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 美国此次照顾到 其他多数创始国的要求 同意新的多边经济框架 对中国保持开放 实际上美国在国际上 无时无刻不针对中国的做法 就连美国贸易界也认为 那么美国在针对中国的 一系列的做法都搞过头了 根据香港的南华早报近日的报道 美国企业高管和一位政府高官 那么近日表示 随着美中关系的崩溃 供应链萎缩 以及太平洋两岸的 强硬民族主义情绪的加剧 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 维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 代理在华盛顿参加百人会会议的时候就指出 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中美关系发生灾难性崩溃的风险 而且认为呢 这个现如今可能性不大 但并非不值一提 而且是越来越重要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指出 在现如今美国与中国展开商业往来的整个过程当中 最大的风险的时刻就是现在 同时呢 现如今应该要预想到情况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糟 而讨论小组的成员指出 美国对中国进行的惩罚性贸易制裁 现在已经影响到大约1100家中国公司 其中许多措施是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实施的 那么关税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表明所谓的解决办法可能比所谓的问题要可怕的多 他同时还谈到 这也已经使得美国损失了25万个就业岗位 也就是说呢 特朗普搞的贸易战对美国造成更大的打击 报道还指出 那么为了彻底把中国从许多供应链当中清除出去 美国现如今各种做法实在是做的太过分 当你把它所有的商业合作贸易都政治化的时刻 把它变成国家安全问题并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而另外呢 香港南华早报5月8号呢 也谈到 在百人会举办的招待会上 中国驻美国大使就呼吁 在美国的华人要帮助改善中美关系 他同时指出 当前中美关系正遭遇严重的困难 而我们前面所谈及的百人会是美国的商界 政府学术界 艺术界的华人精英组成的团体 那么我想呢 中美两国当前的现状 彼此竞争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中美两国最优先的事项呢 还是要处理好各自国内的事情 美国内部的经济问题 通货膨胀 物资短缺 枪支暴力等等 中国也要处理好自己的经济发展 疫情防控 民生改善等等问题 因此呢 我想中美双方看似彼此竞争 实际上是自己和自己竞争 谁能够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 谁能够有更多的竞争力 那么谁就有机会能够赢在未来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